嗨 我是姐夫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做松露菌菇烤松板 好 我們這邊有一塊很漂亮的松板豬 我們先用鹽 黑胡椒 迷迭香 稍微抹平均 兩面都要哦 好 我們讓它靜置一下大概十分鐘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美白菇 這個去掉 這個也是去掉 這個紅喜菇 剝好的 剝掉 其他的檢查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弄得太小 這個是杏鮑菇 杏鮑菇我們把它切片 接下來我們平底鍋把它燒熱 好 我們這個平底鍋已經預熱 不用加油 我們選一面 油脂比較豐富的地方 像這裡 好 直接拉下去 好 外面 好 焦香 我們要把今天的焦香酥脆 像這個樣子 這個先拉開煎 我們準備一個盤子 切點奶油在裡面 再撒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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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撒一點海鹽 胡椒 這個我們的靈魂松露醬 就這樣子就好 蔥板豬 先拿起來 用刀子 或者是剪刀 剪成一條一條的 再把蔥板豬放上去 這個肉汁不能放過 好 再來把我們的松露醬 刮乾淨一點 這個很貴 好 這樣子 我們現在250度 先烤20分鐘 好 等一下吧 好囉 拌一拌 來 明天一箱裝飾一下 松露菌菇烤松板 那就完成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姊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姊夫 要記得訂閱姊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姊夫按讚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姊夫的更新喔 姊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姊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你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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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在哪些小鈴鐺 發生的小鈴鐺 我會不會再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